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歌手周深发布了正月里的第一首新歌《要一起》 都说不出是十五还是十年 在这个新年的氛围里周深又给了所有的粉丝们一个惊喜 用新歌的旋律丰富了歌迷们的精神生活 歌曲《要一起》是电视剧主题曲 最新发布的歌曲《要一起》剧版的MV当中 周深置身于录音棚内深情演唱了这首全新曲风的歌曲 优美的旋律 滑踩的前奏 丰满的和声 加上周深天籁般的嗓音 仿佛让听众缠绵于谭峰院和钟翰良演员入圣的剧情当中 男女主的互动和周深的甜蜜歌声相互交织 有剧情有声音 真是好听 另外首次上春晚的周深将会继续搭档 张也在央视元宵晚会再度合唱了 金牛送福 春来早 神舟踏雪 明月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1年元宵晚会 在2021年2月23号晚十九点录制的同时 央视和央视新闻联合推出的元宵进行时 至2021年元宵晚会探班直播 大型爆料现场也在元宵晚会后台 转访了首次上央视元宵晚会的周深 一 今年元宵晚会演唱什么歌曲呢 周深回答说 怎么说呢 描述一下就是大家又熟悉又觉得风格完全不一样的 之后周深口风很紧 一直都没有就此次元宵晚会演唱什么 透露出半点蛛丝马迹 这样央视的两位记者有些束手无策呀 不过在采访完周深之后 在查访著名歌唱家张也的时候 张也就爆料了 元宵晚会还是会和周深合作 而且两个人此次演唱的是小朋友的歌 张也老师说和周深合作 会被周深快乐的状态给感染 二 对于春晚演唱的印象如何呢 周深说 我今年第一次登上了春晚 又这么的幸运和张也老师一曲合唱 自己演完之后就立即给我妈打了电话 说 妈 你有没有看到我演唱啊 妈妈说 听到了 听到了 演出很好 是不是在台上还有些紧张啊 这是春晚啊 我第一次上午还不紧张吗 那我心态也太好了吧 周深最后还直言说 妈妈最了解自己了 一眼就看穿了自己在春晚上的表现 在2021年春节联网晚会之上 和尚的节目有很多 但是周深和张也共同演唱了灯火里的中国 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温暖大气的感觉 周深和张也的声线通透温暖 在这半家团圆之夜 传递出了大家对于祖国的美好祝福 以及对未来的欣然向往 三 元宵节到了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元宵呢 周深说 我比较喜欢吃黑芝麻馅的元宵 这个是比较大众的口味 自己在去年的时候曾经吃过一次又馅儿的汤圆 同时还分享了自己小时候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灯会菜灯里的童年趣事 关于新年打算就是会全力以赴的出专辑 并且多次表示要把今年的新年flag一定要立住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